兩岸的分數是這樣 要考六十分以上很困難 不要死當就好 就是說你在五十分到六十分鐘 考那個分數 我覺得大概只能考到這個分數 就只有一顆啊 就叫做兩岸關係 只有一顆啊 你自己打五十五分 你認為蔡英文比你低 你是你自己平的 提醒市長 以後千萬不能夠再掉入這樣子的陷阱 我們台灣人民選的總統跟市長 什麼時候輪得到 讓中共來評分 市長 沒關係 如果你沒有自己看留言的話 我們幫你看了一下 你最近一篇發言被寫了四千多則留言 很多人都在上面寫說 本來從喜歡你到最近討厭你 然後對你有很多的意見 那大概來講 就是因為您批評了蔡總統 親美抗中 然後同時指出一個總統應該懂得B站 所以簡單來講 你的臉書就是被洗版了啦 你自己完全沒有發現這個狀況嗎 他們也跟我說說 那個大數據 所以我們那個大數據都會監看 所以那個 那個是在負面情緒 的確是上升 所以你有知道有這個狀況 但是你不知道具體留言是什麼 你會因為這樣修正你的發言嗎 不會 市長 你剛剛提到說兩岸關係當中 你自己得到五十五分 那這個不懂的B站的蔡總統 你幫他打幾分 你不要害我啊 市長 市長 這個你剛剛把自己分數的時候蠻好爽的嗎 市長 現在給他建議的這個總統 我看你要講到B站的時候都是蠻爽快的啊 其實是這樣 兩岸的分數是這樣 要考六十五分以上很困難 只要不要死當就好 就是說你在五十分到六十分鐘 考那個分數 我覺得大概只能考到這個分數 你說你自己是五十五分 而且可以補考 我不知道你在五十五分是你自己制評 還是幫中國習近平打 還是台灣人民打 你怎麼樣去打這個兩岸的分數 你說蔡英文不及格 請問你是幫誰打的 我們這個是制評 是你自己覺得是蔡英文不及格 但蔡英文在兩岸政策在台灣主體部分 是獲得大多數民眾的肯定的 所以你的分數跟台灣人民 跟上七七你的少年家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不是 這個跟林考 林考有考六科 有不同的科的分數 沒有啊 就只有一科啊 就叫做兩岸關係 只有一科啊 你自己打五十五分 你認為蔡英文比你低 你是你自己評的 但你評的跟台灣人民好 完全不一樣 那你還自得意嗎 還敢在這邊講 還敢跟媒體一直說 我覺得你喔 我不知道你當時要選保 要選總統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事情 大家都會去檢視你啦 分數不是你自己打 也不是讓習近平打 好不好 跟中國的關係好不好 人家買不買單 是台灣人民幫你打 在張斯剛跟中佩俊議員發言的時候 他們兩位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請你自評 在中共眼中你是幾分 那我在現場聽到你的回答 你好像是說是五十幾分啦 不及格但可以補考 那後來中佩俊議員又問你說 你覺得蔡總統是幾分喔 你比較謹慎 沒有回答 但是你有說 不要死蕩就好 對不對 這是我剛剛聽到的 是不是跟你印象符合 對 身為一個議員喔 我想在這裡 我要非常嚴正的提醒市長 以後千萬不能夠再掉入這樣子的陷阱 我們台灣人民選的總統跟市長 什麼時候人得到 讓中共來評分 什麼時候人得到 民選的市長 在議會這樣子正式嚴肅的殿堂 竟然回答議員的問題說 請問你覺得 在中共的眼中 你有幾分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陷阱 未來市長 是不應該再踏入的 因為中共是用幾千個飛彈各種台灣 派軍機跟軍艦來繞台 而且從不放棄武力犯台的敵國 兩岸關係在這樣的現況之下 應該是只有以台灣人民的意志為依歸 不應該 而且也不可能用中共的視角來評分 更不用說首都市長在議會正式備詢的時候 竟然順著議員的邏輯 去用中共的視角來為自己的兩岸政策評分 而且還說出 總統的話不要死蕩就很好了 因為您是市長 首都市長在議會的發言是動見觀瞻 不是我們私底下在打屁聊天開玩笑 政治也是一種專業 你是有企圖心要選總統的人 所以你要精進自己的專業 如果我是你的幕僚的話 我想我會告訴你 以後遇到這種問題 你應該會回答 兩岸關係 只有台灣人有資格為總統打分數 而且首都市長做事 但是不需要看中共的臉色 我想這是一個首都市長 要爭取總統大位的首都市長 應該要我的格局啊 我看看 你應該會不會說 這個問題 是誰 你應該會不會說 你一直在打開玩笑 感谢观看